天气阴晴不定 鲑鱼近乡季首日迎来约350名乡客登岛祈福 和去年首个工作日的访客人数相比少了约三成 而两年前失火的拿督公瓷至今屋顶人未修复 看守人表示预计接下来一两个月内可完成重建 记者蔡可汉报道 农历九月初一 鲑鱼大博公庙香火缭绕 大博公庙负责人预计这个周末才会见到人潮 关于鲑鱼的传说层出不穷 最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从前有一只好心的大海龟 为了拯救两名遇难的水手而化身成一座岛屿 为了表达谢意 他们在岛上建了大博公庙和拿督公圣祠 后来参拜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每年农历九月的鲑鱼金香季节更是香火旺盛 也有信徒登上位于山顶的拿督公祠祈福 拿督公祠一脚堆满建筑材料 看守人说屋顶的重建工程即将展开 杜伦业者表示鲑鱼竞香季节期间 他们安排了七艘渡轮载送香客往来鲑鱼 汤次比平时多百分之五十 有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就人家看到有一点阴天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 有可能他们会选择其他的天债过来 鲑鱼竞香季 比今年的船票价格维持不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行 地音乐 转发行 启平时Cu